蔡安翔對媽祖發重事 接著拿出素雞與菜刀 又是斬雞頭又是發誓 楊立香參與北斗鎮長補選 他不忍了 就為了對手陣營的這張文宣 標題北斗人的尊嚴與覺醒 開頭就說 有人說北斗鎮長選舉一定要買票 沒有買票選不上 這一張從武黨籍候選人 顏弘林陣營發出的文宣 讓楊立香頗為不滿 楊立香會這麼生氣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他與丈夫共共三人 共先後擔任北斗鎮四屆鎮長 翻開歷屆北斗鎮長 可以發現2010年的第16屆 由李順銘當選 後來因為會選當選無效解職 補選由媳婦楊立香出馬勝出 並在第17屆順利連任 第18屆兒子李璇在 接棒參選後來因案停職 第19屆又連任 但涉及圖利罪被判刑解職 北斗李家能否延續政治命脈 端開2023年的補選這一戰 楊立香女士 你應該要向正名道歉 你不是去斬雞頭 斬雞頭是沒有實質的意義 你真的那麼棒話 去向官老爺前面 刻幾個想頭就好啦 這一場被市委總統前哨戰的 北斗政長補選 選情緊繃到候選人之間 攻訪白熱化 北斗警分局內 更有警察局長作證 親自監控補選 杜絕買票與賭盤 三連新聞史書的章話採訪我到